家里的宽带光猫用手机就能解除限速 网速能够提高一倍 你知道吗 无论你是移动的 电信的或者是联通的 其实呢 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家的宽带是100兆的宽带 之前在手机上测速至50兆的实际速度 经过我这样一修改之后 现在的速度直接能够达到100兆 首先这个光猫的作用 就是把路护光线的信号转化成手机电脑 直接可以使用的电信号 如果不设置 一下转化的时候 就会损失掉一半的光信号 建议大家收藏一下本视频 自己需要的时候呢 就可以回看了 首先第一步拿到自己家的光猫之后呢 我们到背面去看一下 你家的光猫呢 在这个背面也是有这样一个名牌 我们在光猫背面的名牌上 其他东西不用看 我们就找到前面是名称 后面是密室 这一行 然后呢 找到这一行之后 我们打开自己的手机去搜索 名称是CMCCT4D5啊 去搜这个名字的WiFi 然后输入这个密码连接上 我们现在去操作一下 找到这个名称的WiFi了 我们现在来输入名牌上的密室 连接一下 输入密码之后就成功的连接上 然后咱们在手机上打开一下浏览器啊 随意什么浏览器都可以 然后在浏览器上面的地址栏 输入名牌 输入名牌后面的光猫的IP地址啊 是192.168.1.1 是输入这几个数字的 然后点进入 好了 现在就进入到光猫的登录后台了 到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填一下用户账号和密码 这个用户账号和密码 我们还是到光猫背后的名片上面都有 我们再次看一下 光猫背后的名片上 上面有一个登录用户账号 是USER 还有一个密码 是这么一串 我们直接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手机里 输入进去之后点登录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光猫的管理后台 关键的一步来了 我们点一下上面的网络啊 点一下 然后稍等一下 跳出的页面里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地方的网络配置 这一下我们点一下 在这个网络配置选项里啊 有两个地方我们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要修改的是频宽模式选择 这个默认是20MHz 我们把它改为最大的40MHz 然后点确定 然后这个地方改好之后 还有一个下面的速率啊 这个速率啊 默认的是AUTO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改为最大的啊 300啊 最大的数值就是300 然后我们改为最大的 然后点确定啊 改好之后 在手机上测下网速还是相当理想的 这就是什么呢 即将我们再次判断了